兔妹妹快醒醒 马上东东羊就要出来了 我们赶快做陷阱防御啊 东东羊是什么东西 能烤着吃吗 我晕 东东羊你都不知道吗 他可是蛋仔里面的稀有皮肤 虽然外形呆毛可爱 但爆发力极强 所以这次我准备做一个地上加空中的覆盖陷阱防御 首先看我在他们出人点的地方都放上两排的激光 哼 这么麻烦干嘛 直接建个房子当老六夺起来不就好了 气 难道我会告诉你他们会差家的吗 时间紧任务重 中间的地方看我全部都放上投资器 只要敢跑出来 直接把他们都给弹到外在空去 然后接着在投资器的旁边 再给他们来上一点点的地次 这样交叉放置 到时候绝对把他们给扎到怀疑人生 地次的旁边看我在放满弹簧 顺便让他们体验一下蹦极的乐趣 弹簧的外面再放上一点点的棺木丛 请他们来个全身按摩 嘿嘿 你看我为他们考虑的多么周到 那我先替他们谢谢你全家啦 滚滚滚 剩余的地方看我按照对称的方式都放满陷阱 这边接着看我用抬个金块在陷阱的外面 单捡一个超大的空中平台 看好了 柱子的话全部都用荧光金块给建上 最后在屋檐的地方全部都放上贝壳风铃 嘿嘿 是不是非常的美观 臭小迷你这效率也太慢了吧 我都见完睡上一觉了你怎么还没完工 招什么急我这叫做慢工出细活 下一步就要开始装修了 四面墙看我用防暴玻璃给封上 然后在角落的位置再放上一张贝壳大床 旁边再用屏风给装饰一下 另外一次再放上两个贝壳沙发 门口的地方再放上海洋落地灯 怎么样看着是不是非常的温馨 另外一边看我再用水泥块做一个100寸的液晶电视 中间放上餐桌和餐椅 上面都放满披萨 到时候边吃着披萨 边欣赏东东洋被尿的场景 简直不要太happy啊 OK我这空中别墅陷阱就大功告成了 不是我吹今天绝对可以把他们都给连窝端了 哎啥情况这些东东洋怎么都在我家里面出现了 哎呀通妹妹你刚刚不是要当老六躲起来吗 这下不得瑟了吧 可恶是算了 算了还是看我的吧 挪就算我站在这里不动他们都奈何不了我 怎么样我这陷阱厉害吧 且别得意 小心一会他们搞偷袭嘎掉你 怎么可能 今天他们要是能嘎掉我 我就就就 你救什么 我就重新复活呗 可恶 这些东东洋也太嚣张了吧 看我现在就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社会的险恶 糟糕怎么都追过来了 小迷快救我 救我救我救我 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看我现在就把他们给引到我的陷阱阵营里 看到我操作了没有 嘿嘿小伙子不得瑟了吧 被我这陷阱拥的滋润怎么样呀 臭小子有本事正面交锋啊 用陷阱对付我们算什么英雄好汉 我本来也不是什么英雄好汉呀 算了我还是早点送你们去西方极乐世界吧 OK轻松搞定 这陷阱就问你们牛不牛